问问戴总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色调 包括孙丽的表演 当然也会提到杨超越 因为大家都知道杨超越 也是一个这种选秀出来的 这么一个新人 你怎么看他的表演 这次其实有跟超越来合作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偏见 我还是说 你不应该对人家有有色眼镜 就像有一批人一定会去评价容貌 包括有一批人可能一定会去评价流量 这个是带着偏见去评价 我觉得都是不对的 他只要在这个序列里头 他是合适的 他就可以出演 我们早一批的表演艺术家 都是从20多岁开始出道的 他们演了非常多深沉的作品 那个时候为什么20多岁 他们可以去表演那些角色 他们不是那个年代的流量吗 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合适 那个角色适合来出演 杨超越就演了一个不安适适的前台 也挺好挺稳和的 特别像他 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长大的一个女孩 然后自己闯到了演艺圈 那其实他在我们这些剧的角色也是 他就是特别一个普通的姑娘 在我们的这个剧 就是所有的这个繁杂的这个人物关系里面 他生存的一个小前台 我觉得特别符合他的人设 我觉得只要合适就可以 然后大家都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评判这个事情 客观就好 我超越这个确实是 对我刚刚忘了说了 它是有一个故事的 前头 这个其实也是跟偏见有关 跟我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成见 就是一开始张宁认说 那个杜娟订了杨超越 我为什么要订杨超越 喝火了 他现场词都是很熟吧 很真实 很熟很熟 他就是没有什么技巧 对 他没有表演技巧 但是准备还是很充分 在一个那个人物也贴他这个年纪 所以就很真挚 特别放松 他想打动我们 对 对 他也是个亮点 好像很多人都谈到他 对 早上好呀 谢谢 早啊杜娟 怎么了 大早的丑没苦脸的 房东又要找房子 一找找五百 辛苦一年 全体房东倒 那你现在去办信用卡 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那 找个男朋友分担一下 谁要找男朋友分担一下 我先去 你工作去吧 身好心包你 怎么这是这样呢 真是